這個時勢留在家就最穩定了 播劇播到沒有的話 可能打遊戲就是我唯一的出路 四個人以下玩的遊戲 可能這隻由小到大的Cooking Mama就適合大家了 究竟Switch玩有什麼新家的地方 現在就試玩給大家看 模式其實不是說很多 標準和素食開頭都是六款菜 步驟都差不多 另外還有雙人模式 首先試試這個彩虹拉斯多士 它切東西就不同以前的玩法 以前就穿一下一下一下去切 反而它切包的時候 它就已經是像我們平時切東西的動作 向前向後 磨芝士、茶麵包等等 其實以前NDS年代都有的 不過今次就是用手掣加上體去玩 難度就不是很高 但就要一點時間去調節大小力度 至於真的煮 都是跟下面的包包去控制 有玩過Cooking Mama的話 也不難掌握 最後一個步驟 以前就是這樣打盤 不過它現在多了一件事 除了打盤之後還可以打卡 可以按照不同的角度 然後去打卡拍照 然後去打卡拍照 我可以送外套 我以為是旺袍 美麗 鑽上色彩虹 再加上sticker 就大功告成了 另外還有時下很Hit的氣炸鍋 用法就大致一樣了 但真的好像不用搶那麼多下 我覺得最困難的應該就是打蛋了 哇 簡直是雞手鴨腳 啊 啊 啊 no no 這就是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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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整個臉都行 他得到三顆星 啊 用手掣去玩的確被NDS用筆複雜了 但是切東西就已經有幾種不同的切法 但菜單和用具都與時並進了 總共有80個菜 其實打一晚都已經unlock了一半 至於雙彈模式 我就覺得花款就不多 還有有少少悶 都是自己住開心點 提提大家 如果大家想操作得近上手的話 記得去系統上 微調回陀螺儀感應器 那就意識不出訂吧